韓國雄昕恩-Sky 不好意思,我講幾句話 去年在物理教育獎的申選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肯定 在物理教學上面的貢獻 所以為了一致 希望把這個獎頒給他 就像余鳳老師說的 在台東他因為有些事情沒辦法過去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幫你保留 我一定找機會 來把這個獎再度在公開場合頒給他 那很高興他同意我們這樣做 那我們今天這個場合雖然是吃了一年 但是這個肯定是永久的 那我們再次來恭喜他 謝謝 應該是說謝謝他對台灣主義隊的表演 謝謝 喂 好 所以台上的燈可以關一下是要嗎 OK 所以時間有點晚了 所以我剛剛在下面有稍稍把我的演講 就是在簡短下下 特別是其實前面就是彭校長他其實就是講的 基本上現在整個VOOX在全世界上大的一個架構 那特別是在台灣就是Delta X他們發展的 所以從這個Delta X的整個架構 其實大家也可以猜想 不管是Coursera或者是EDX 其實他都是差不多一樣的一個架構 大家其實有興趣的話其實真的可以去 所以接著我接下來講其實就簡單很多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側重在就是說 欸各位大部分也都是老師 那站在一個老師裡面面對這樣的一個教學的 有人其實事實上是會害怕 有人事實上是會排斥 有人事實上是覺得非常有趣 那我自己其實差不多在六年前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參與 那有一些心得就是在這邊簡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一個意思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大家其實都知道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了網路的時代 那我們其實有些時候可以逆過來思考一下 網路基本上完全改變了我們現在生活的模式 就包含我現在的同事 可能手上都拿著手機跟所有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智慧型手機是因為我們有了網際網路 不然的話你有這個東西也沒什麼用 那既然網際網路已經完整了 其實事實上在某一程度上就完全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那教育呢 教育沒有被改變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就是說 認真的逆過來思考一下 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從以前就一直是這樣 就一個老師在上面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台下就是現在都是上百個學生 就一直聽一直聽一直聽 其實並不是 我們現在大學典型的教育模式 其實也是非常的modern 如果以物語的近代物語的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事實上非常的近代 事實上最大最大的推手其實是工業革命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問一下 在這樣的一個轉變底下 那我自己可能特別有興趣的是OE 就是Open Education 它會怎麼樣慢慢的發展 最後如果把時間稍稍倒退一下的話 其實MIT在2002年就已經推出了 第一代就是所謂的開放課程它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怎麼樣善用多媒體 我怎麼樣善用網際網路 那我把課程做根本性的一個翻覆 所以在一開始的OCEW其實基本上就是像過去一樣 那其實它就是對老師做實質上課程上面的拍攝 拍攝完之後放上網路 那這樣的一個東西當然隨著整個時代科技 跟所有的氛圍的改變 那投入的人越來越多 大家其實事實上從兩個剛剛的演講 其實可以聽得到 事實上不同的人投入 它就慢慢的也把這樣的一個Open Education 它有一個reshape 就是說完全的改觀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 這是2002年的時候 可是到了今年 其實事實上 MIT一開始領學 然後就知道說 這不是一個大學可以做的 所以它很快的慢慢就糾結全世界有志的 不同的同學們這樣 也就是各個大學們 那慢慢的組成了 所謂全世界開放式課程的聯盟 那後來慢慢的發現 就是說開放教育其實不只是開放式課程而已 所以他們其實在前年就把他們自己的整個consultion 就是全世界的這樣的一個聯盟 叫做Open Education 就是開放教育的一個世界的一個聯盟 那這個聯盟的話 其實事實上他們有蠻多的資源 目前其實也是以 Mexico 贊助 就連我文教股知其事事實上也有在補充他們一些發展 所以從這裡其實也可以虧見 就是整個全世界因為我們網進網路的興起 那所有各個大學 它所做的集體的努力跟方向 那即便是在Open Education 以下 他們去開年會其實蠻有趣的 它是泡火四色 那不同的session會 其實事實上 不同的session可能會這個 就批判或者是promote 就是提升自己 就是這樣教才對 這樣教是不好 可是這樣的批判 其實事實上 在我自己 因為有幸參加過兩次 本來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教育本身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需要各式各樣的老師 跟各式各樣的教法 那所以在最近呢 Open Education 裡面 最晃最晃當然就是MOOC 那因為MOOC在台灣 就是教育不不知道為什麼 它是Mox 那它意思其實事實上 就是大規模線上開放課程 其實事實上呢 然後後面的OOC 其實跟過去的OCW 其實是沒有差太多的 所以最主要的其實事實上 是在前面的Massive 特別是現在的科技 慢慢的進步之後 這個Massive本身 已經不再是說 它量變會造成質變 而是事實上呢 除了Massive這件事情以外 你其實多出了很多不同的彎道 就是過去其實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在這樣一個新的架構底下 它會變得其實非常有可能 那我們自己呢 在這邊的話 因為其實已經講蠻多 只是稍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對 就是請大家事實上可以稍稍退一下 其實如果你真的對MOOC的發展有興趣 可以稍稍看一下 Nature在2013年 就是Susherizing的一個 article 它其實在這邊告訴了大家說 MOOC無論從他學生的來源 或者說他的整個發展 跟他在各個領域之間 他的分配 事實上都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在可預期的10年內 我相信MOOC還是會繼續成長 那因為之前其實已經講蠻多了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就 直接把一些重要的brand name 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以市佔域來講的話 目前全世界MOOC最大的兩家 一家是EDEX 一家是Coursera Coursera是Commercial 他是商業務地的 EDEX的話 是由MIT跟Hoffer 一開始Initiate 他是非商業務地的 那以公司的資材來講的話 EDEX實際上現在是比Coursera 有錢非常多 可是以賺錢的方式來講的話 Coursera現在是比EDEX 就是來個賺錢 所以其實事實上 在做Open Education的人 沒事都會默默在下面 BET 就是最後誰會生存 這樣 所以以事實在來講的話 現在兩大巨人 一個是EDEX 一個就是Coursera 那Udensity的話 本來事實上是想要進來競爭 然後後來慢慢發現 哎呀做教育 其實就跟朋友剛剛講的 如果你認真做教育 其實是不可能賺錢的 所以很多做教育的動機有沒有 就Udensity進來之後 發現他最大的困境是吸引 愛錢又教的好的老師 他發現其實 這個Category的人 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後來他們現在 慢慢的已經做商業的訓練 然後在這山裡面 雖然是市場很小 可是他們Proft Mountain 市場最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說這一些 其實都非常容易 那這邊我要特別特別介紹 這裡面的奇葩 就是HOOPS裡面的Coun Academy 就是可汉學院 那台灣有一個中文版 叫軍運平台 我真的非常鼓勵 大家上去看一下 因為他跟一般的MOOP的拍攝方法 完全的不同 事實上我自己 過去可能有參與過一些OCW跟MOOP 那其實從這學期開始 我現在可能就會跟朋友討教一下 看看怎麼樣自己在家 藉由Coun Academy的方式 開始去錄製一些影片 那在這裡面的話呢 其實無論是Alex 或是Coursera 或Coun Academy 他們都有他們各自不同的 mission跟發展的方向 那這個絕對不是我在今天 短短的演講 就可以說給大家 就是蠻鼓勵大家 就是藉由這些keyword 可以直接去上網 看一看這些課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就是很個人的一些分享 其實我們在大概五六年前 開始參與這個東西 那清華剛剛在推的時候 其實可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其實 其實我也就開始跟著清華的一些 我們的小組一開始工作 那後來蠻幸運的 在二十三年喔 我們因為Coun Academy 就是Physics拿到了一個AzerWalk 那給大家稍稍一個概念 就是全世界其實事實上到二十三年的時候 全世界大概有一百五十萬人 線上的課程 然後在二十三年的話是選出三門課 然後我們很幸運的就拿到了這個獎 那時候拿到的時候當然就很訝異 事實上那時候入圍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很神奇的會入圍 那後來拿獎的時候當然就是非常非常的開心喔 可是如果你真正去看 你就會發現其實這個不是什麼神奇的課程 其實我上課其實就跟大家一樣是在這 那如果真正的看是拍攝的現場 然後這個 導演不知道那一天我怎麼側錄了 所以你就會想 其實上課還是有同學怎樣 就快樂的在講話 所以這更告訴你 都是現在有這個好用的地方 因為呢他就去上課 然後上課去講話 然後講完話之後 就突然發現這整項課都沒有學到 所以他回去就可以怎樣 就可以去網路看一下 就是如果他沒有講話會看到什麼光景這樣 所以他有重播性 所以這是他的好處 那當然那時候後來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又轉到經營另外一門課 就是普通物理 那這門課其實跟過去的課程 其實有很巨大的不同這樣 那結果後來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又拿這個獎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訝異 因為過去這個聯盟 就是我剛剛講的 MIT自從開 就是開始投入開放式教育以來 那這個聯盟成立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團隊 拿過兩次Acerwall 那我那時候當然也很好奇 我去領獎的時候 其實最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跑去這種 走夢非常漂亮的地方領獎 我實際上最好奇最好奇最好奇的是說 為什麼你們要第二次把獎頒給我們 因為那時候其實也有荷蘭的團隊 對於西班牙團隊他們去領獎 那我必須很坦白來講 就是說光大家去領獎的時候 他們呈現出來的那個課程的質感 跟那個科技度 跟團隊的巨大的size 我都覺得其實事實上不是我比得起來的 所以也就是說到底為什麼我們可以就是 連續兩次拿到這樣這樣這樣的 罕見的課程這樣 那簡單的答案是 其實我不知道 那所以接下來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長一點的答案 那就是所有老師的通病這樣 那長一點的答案是怎樣 長一點的答案是說 為什麼當初會投入OCEW 其實事實上Science的這一個 Editorium 其實對我自己的感觸很深刻 它就是Falue Skin Depth Learning 它其實點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是說現在大一的譜什麼課本都這麼厚 譜課本這麼厚 譜畫課本這麼厚 譜生課本這麼厚 你可以把我們不要比到非常抽象 你把大一的譜什麼課本 跑去跟大三專課本比 你就突然發現我明天是把小孩交分 因為他們在大一的時候必須要 不幸的要應付一本或三本這樣的課程 而且我期待他要能夠學得會 可能等到大三之後 他的專課本都很高 所以這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那我自己其實也為這個問題困惑了很久 所以後來終於聽到 哇原來這種Leading Brain的Science Magazine 他們也有同樣的困惑 所以基本上提出來的解答非常非常的簡單 課本會這麼厚基本上就是書商的陰謀這樣 因為書商要把它弄得這麼厚 它才好賣給你這麼簡單 那書商陰謀為什麼可以得逞 因為其實大家還是相信 在普通問題的時候我用磨奶油的方式 從一開始磨到最後的宇宙論 那如果可以磨得完就是對的是學生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拋棄這樣的一個metality 沒有辦法拋棄這樣的一個心態 其實事實上你就很難去克服這樣的件事 所以我那時候問我自己有沒有可能同樣的東西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切入點去看這件事 就是說同樣的就是說我必須要面對一個老師 然後上百個學生 然後我們必須其實事實上頂多就是一個禮拜 三個小時或四個小時 但有沒有突圍的辦法 所以我後來決定了 就是直接先打破這樣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我就沒有講我們第一次講的 它是大三個課程 第二次我們講的是大一的課程 所以那時候問我自己一個非常簡單的人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教普通物理 我會怎麼教 那我們可以來逆過來思考一下 其實大部分課程的設計 其實都會從牛頓運動力開始教起來 等一下這樣 那可是你知道牛頓阿伯它已經 就是重要了兩三百年了 有些時候主角不能讓別人當一下 就是說這個當然真的沒有別的教法 我們在教F&MA當然是教得很順 例子也很多 可是我們到底想要教給學生的是什麼 那我後來就發現 其實我們想要教給學生的其實是說 其實一整個系統 它到底是怎麼隨著時間動 那如果一個系統怎麼隨著時間動的話 其實事實上就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有序的問題你可以去問 包括譬如說我們對流全事實上是十公里高 為什麼掉下來的時候 就說一下下雨 事實上如果你高一課本是對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很恐怖阿 因為一下雨就應該停課 因為會打死你了 那真的會打死你 可是它不會阿 有人還在語裡面寫詩 那而且他們最後都會達到固定的一個速度 另外一件事情是 台灣可能是全世界就是 最密集做教育改革的一個區域或國家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現象是 但是我們教育改革或許創造完全不同的名詞 跟所有的東西 可是在這樣多元的教育改革 你像五行班還是怎樣 欣欣向榮 為什麼 那 International後來其實我就是舉這個例子 然後教小朋友們 對不起不是小朋友 大醫生 就是 事實上呢 如果你認真去把這個背後的 Game Theory的Dynamical Equation 就是方程式寫出來之後 它居然就跟雨滴在大清原落下來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就跟雨滴一直往下掉 所以五行班在正常的狀況底下 就會一直蓬勃的發展 不管你做什麼事 那這個因為以前已經講過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Type of Tom 那所以其實事實上 在這邊呢 我就稍微列一下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因緣 所以我就想到說 我們可以怎麼教 那結果後來就發現了 我那時候做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一個假設 這個假設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一學期就教十個問題 跟這個問題有關的內容我就教 跟這個問題沒有相關聯的我就不教 那當然這個其實事實上是很大膽 然後在大概我年前開始嘗試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當然是從 就把音樂吸給掉 所以我們就不是從物語氣開始交集 我們是到東西人去 就不努力的小孩子 就很抱歉 那結果我後來發現 就是這樣教的時候呢 學生都磨過來了 就是學習的效果怎麼樣 那是另外一件事 可是至少可以確認一件事情 說學生居然來上課了 而且他們在上課 其實事實上是會有互動的 其實這些問題其實當然就是 我當初其實大概念了三四本的 整個普通教科書的 普通物語的教科書之後 結果消化完之後 它是非常非常試著客觀化的 個人的一個教科書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 這個其實是很怪異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教普通物語 結果第一個問題是 時間是什麼 那也因為這樣一個交際 讓我自己的成長很大 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這個 後來居然有這個 報社的主編看到我們這樣的教書 結果最近有一本書 他居然叫我去寫那個書品這樣 因為那本書就是在寫時間的 所以各位教學如果呢 事實上可以重新reset 逆過來真的思考說 你真的要知道什麼時候 或許很多時候可以有不同的想像跟空間 所以在這邊我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問題列下來 其實可能是第一個 就我自己知道是非常非常 有點危險的一個課程設計這樣 所以接下來就是苦工 我會覺得其實在教學上面 要提出這樣子革命性的一個想法 可能不是到那麼困難 然後你接著去教呢 就會發現一整個課程就搞垮了 你就會知道大家都這樣教 其實是有原因的 一個是因為 其實那個方法其實還蠻好的 或者是因為學生的原因 或者是因為經費的原因 或者是因為你自己設計的原因 投入的時間跟所有的限制 跟點點點點點點 所以就會有了這樣的一個想法 之後我就很認真地問我自己 我要怎麼樣教 可以讓這樣的一個教法 不會第一次教就無接這樣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做的能力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自己就學到很多 第一件事情 如果在數位化的教學時效 其實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課程不能再像一個麻糬一樣 就黏成一大塊 你必須要模組化 你在模組化完之後 它們還有關聯性 那就是困難的地方 所以在這邊其實我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課程它是課程 所以課程中 就是你必須要非常非常詳細的 把行程列出來 然後包含你的頻量本身 事實上在整個課程設計裡面 已經被放在裡面了 我就舉剛才那種 普通物理的一個例子 我終於面對著 一群物理老師可以講這些細節 以前出去外面都不能講這些細節 說這些細節不重要的 那比如說 不好意思 抱歉 好 我們如果其實事實上來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 其實我們前三個問題 這個其實事實上是我打破所有的東西 最後凝聚出來前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要教的其實就是 時間是什麼 跟學生講說 其實事實上時間是科學的媽媽這樣 如果其實今天所有的東西都不會動 所有的東西都不會變化 其實事實上我們不需要科學家 事實上是 我根本就不會講話 你也不會在下面聽到 那 這個聽起來會很哲學 可是事實上呢 在這邊 我就直接從 我們科學家怎麼去看待時間 量時間 然後就直接講到了 瑕疑相對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問題底下 其實後來第二個字 其實事實上就是Laurent interpretation 那很多老師會覺得說 哇這個是非常非常躁進的一個process 那我完全同意這樣的一個看法 可是你知道嗎 高中的高中生進入大學 最大的問題之一 事實上就是在於他們高中被殃太久 因為他們很沉悶這樣 所以我後來發現 這樣子上課 第一行課就戳他們一下之後 大家都寫過來 所以這是一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第二個問題 How can describe the denominator 是什麼 既然有時間的東西會動 你怎麼去描述一個東西 你怎麼去描述它 那在這裡就舉了不同的例子 然後還有一些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然後再來第三個問題是 Do force always appear in pairs?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 當初列這十個問題的時候 這三個問題 其實事實上我都沒有想 它背後是什麼 等到我列完 然後真正把它全部弄完之後 我自己就笑了 我就發現Q1事實上就是 牛頓第一運動內容 什麼是時間 然後測量時間 然後慣性之間怎麼弄 我突然發現 其實事實上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在演繹 在物理面非常重要 不同的關係系裡面的人 怎麼去做科學上的溝通 然後第二個問題 事實上就是牛頓第二運動內容 然後第三個問題 事實上就是牛頓第三運動內容 所以當這之後呢 我就不得 不開始 就是對著我讀過的這個 課本 我就開始跪拜起來這樣 所以我自己讀完了 完全跳過這個框框了 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了 然後我把十二個東西 全部都準備完細節了 回去再對課本 是一樣的 可是因為我自己消化過 我自己用這樣一個方式去呈現 在某一個程度上面 其實學生他的吸收度 事實上比我自己過去想像的 來達好蠻多的 所以只是想跟大家稍微在這邊分享一下一下就是 如果其實大家也願意嘗試的話 在很多課程的時候 我知道很多老師其實都在趕課中 可是在我們現在已經有Google的這個狀態底下 Walking Clouds其實已經不是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 事實上 什麼都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你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也就是其實我可以大量的去氣勢 所謂的Sing Data Knowledge 因為這個其實你如果就可以查得到 那我們要教學生的是什麼 其實事實上是單一方向 怎麼樣用邏輯 做深刻的分析跟思考 那這個其實事實上是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在這門課其實我們還用了 就是當初線上 其實全世界很大的一個 就是世界上的老師 他們用的一個軟體叫WikiSpace 那WikiSpace上面 除了就是可以直接就是跟學生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東西列上去 那之外還有一個很好的 其實事實上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 其實事實上就有所有的Forum 那這個其實對助教跟對學生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練習 你在那邊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有虛用性的 當學生問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前面助教就會要求說 你這是課本的問題 還是筆記上的問題 還是其他所有的 有沒有課外的問題 那大家PO上去之後呢 其實事實上有其他同學 有時候激活就會問 那我覺得很好玩 其實事實上這個本來是 我自己調查 我只是把它貼出來 我把它貼出來之後 可以鼓勵學生這樣 就很認真地去點自己 問了什麼問題 然後搞不好還強迫同學說 欸 你要去回答一下我的問題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發現 在這樣的一個經營底下 其實在這個線上 它同學跟同學之間的互動 其實比過去我在教書的時候 它呈現出來的效果 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在這邊也要再次強調 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錄開放式課程的時候 基本上團隊就是只有兩個人 就是講的人 跟另外一位攝影的人 那在這樣一個 實際上真正下去 經營這個課程的團隊 人力這麼有限的時候 這個當時真的是 吃掉我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這邊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 我當初為了讓課不會鋪接 所以就做了一些設計 可是後來突然發現 其實事實上它讓我自己的時間 就後來壓縮得非常非常緊 那除了這以外 我過去的教學今天還告訴我 你今天如果用完全 非正常的方式教書 你一定要讓學生 他有個什麼 Security Blanket 有個小毛毯 他可以拿著覺得 人生態很溫暖這樣 那那個是什麼呢 所以那個是另外一件很蠢的事 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反正學校就跑來問我 那你能不能就是把課堂筆記弄掉 我說沒有問題 那課堂筆記有各式各樣不同種 第一種是PowerPoint 我覺得全世界PowerPoint太多了 你做這個 沒有什麼質感這樣 那你說那我就把它弄成我論文的樣子 我第一弄成論文的樣子 要變成非常非常的 很大的一個功夫 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整天在寫論文 那時候就只是脫口 就是說我的手寫還不錯 我們來寫手寫筆記好了 然後呢 就每一堂課都有一份手寫筆記 然後你知道 人生最愚蠢的事情 就是你常會答應一些 你以為你做得到 然後事實上 後來是完全靠著面子 硬撐下去的工作 這就是其中一個工作 那我根本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每一堂課都要寫 大概六頁的手寫筆記 有多困難 這家我自己是非常規寶的一件事情 我常常寫完之後 就 如果就發現 欸這整道是對的 我覺得這個有點醜醜了 所以就拿封閉起來 就直接把它畫掉 然後就放上去 我老婆說你沒有什麼意思嗎 我就說 因為我如果繼續選下去 等到一下子我再來看 我還是一樣我會重新 所以呢 就被自己的個性打扮了 那結果就跟著筆記成長之後 我突然發現其實事實上它是 就是因為其實那時候 後來我們去領獎的時候 對方有特別好的跟我們講說 他們難以想像 就現在在數位載具狀況下 結果出來的筆記 居然是手寫 而且因為我們其實事實上 很感謝現在的掃描程式 已經變得非常好 所以它其實解析度可以弄得 現在你看到這個還好 這個是因為頭一只有你 不是因為這個打來的問題這樣 也就是說 哪一個老師其實事實上 可以直接感受到那個溫暖 然後 其實有好多好多的學生 其實看到這個筆記 他們其實事實上是很感動的 其實有件事情這樣 我很感動就是說 有一個學生後來 居然就還科了一個 因為我外套叫好豬教授 然後他就科了一個好豬送給我這樣 然後後來他在畢業的時候 就在他們自己小筆點上面分享 他就說他在清華物理系 我是很慚愧啦 在清華物理系四年 他覺得最大的貢獻 就是做的只是豪豬這樣 那只是豪豬現在 已經在全世界流傳 超過兩百萬次 那我就很感謝他 雖然我在下面聽的時候 會覺得說 呃 你這樣好像不是稱讚老師而已 你可以至少學到一點什麼這樣 那其實事實上就是說 因為你做了一些嘗試 所以其實學生會給你一些 非慣性式的一些互動 其實那些互動 是會讓老師 願意再繼續做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一門課最後 我不要說成功 就是說它要可行 事實上確實是需要 事先去規劃過 所以為了因應就是說 我等於是有問題導向的一個 教學方法 那提出了十個問題之後 怕學生立刻就掛掉了 所以找來第一個夥伴方案 其實事實上呢 就是同學們 所以它會有往上的這一個moment 其實它的幫助真的是蠻大 另外一個是我自己寫的筆記 就是說老師比較專業性 可是是比較單向性的一個協助 那最後的話其實就是 學生們不見得看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樣的課程教育底下 確實跟我們過去 在規劃的課程它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錄製的過程底下 寧可你今天就交交交交到這個地方 你寧可把它做一個完整的結束 而不是說 好 我就交到這 下一次我們從這裡開始再交集 所以它其實在很多很多細節 就跟張恩壽老師他分享的一樣 在錄製這一類的課程 它確實跟我們一般的教書是不一樣的 那可是這樣的課程 它最後產生的 就是說對全世界的一個影響 或是說在台灣島裡面的影響 其實事實上也是超乎我自己當初的想像 好 所以講了這麼長的一個答案 那最後其實呢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們可以後來 就是又再一次拿獎 我後來想的很久 所以我猜其實最簡單最簡單的原因 這還蠻簡單的 就是因為我們被這麼大快的距離乍到 就是我們很幸運這樣 那如果說這背後 有一點點稍稍的專業性的話 其實事實上應該是這一個 我是蠻鼓勵大家可以去試做一下 這樣的一個treat 就是我自己在過去教書的時候 凝聚出來的一個treat 就是open to refocus 我發現很多老師如果今天 因為業績上的壓力 時程的上的壓力 所有的東西的話 通常我們只會做後面re focus的動作 只有去年課程是這樣 所以我今年呢 就是重新 去年這裡教一下 這裡教得很快一點 這裡教得慢一點 你就會發現那樣一個教學 其實很難去跳過一個框架 所以其實必須要做的第一個 很大的一個動作就是open up 就是問自己說我為什麼要教童童物理 在現在這個時代 面對這樣的一個世代 我這樣子的知識 我為什麼要教童童物理 我想要教給他們什麼 我發現那樣的一個open up的過程 其實就是我剛才 為什麼後來會重新設計課程的一個原因 可是open其實在某一個case上面 需要的是勇氣 可是一旦你open up之後 然後你得到了比如說 誒這是可行的 接下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後面這個苦工 你常常會看到台灣很多教育改革 為什麼 其實這很難成功 台灣的很多教育改革很難成功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些守舊的人 其實事實上只做refocus 然後有另外一群這個非常自由派的教育學者 只做open 我裡面就是這樣啊 至於怎麼教 你們也會把它教好吧 你們是老師啊 其實是完全錯誤的 我自己在過去教育裡面 確實就至少在即便是經營一門課上面 我都學到了說 哇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後面的focus power 不如還不要前面的open 因為沿著前面的軌跡走 或許太過於成就 可是事實上至少不會整個翻車 而且會混淆視力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我過去 在做整個問題導向的教學設計的時候 學到一個還蠻好玩的一個心得 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已經用了27分鐘 所以接下來我稍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大家都是物理老師喔 所以我們就講一下說 在第九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教的 那這個其實花了我蠻久的時間了 就how is the equilibrium reached 那這個問題其實事實上呢 是這樣 簡單一點 如果layman來講的話 就是說教到這個時候 我們需要教學生就是說 溫度是什麼 那這次有騙小孩子的教法 你說溫度計拿出來 然後把它放進去 最後拿成熱平衡 你看不到的數字就是它的溫度 那大多數字就是騙人家的 因為你都會問說 為什麼那是溫度 如果這樣一直問下去 一直問下去 一直問下去 你就會突然發現說 問出來最好的一個解答 頂多只是說 我們把理想氣體拿出來 那理想氣體的平均能量就是溫度 可是我想要教的 其實事實上是更大一點點野心的 我想要跟學生講說 溫度事實上是 就是在這一整個系統 它能量分布最後出來一個很有效的指標 也就是說 我想要跟他們講的 其實事實上是熱平衡是怎麼建立的 那如果是 我就發現真的很難 那因為太難了 所以我就決定開始去找 比較簡單的例子 那我找到的例子是這裡 我們稍稍想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人就是思考過 全世界假設沒有太大戰亂的國家 他們那個國家的薪資分布是長怎麼樣 那也就是說 這一個軸呢 其實薪水是 一萬兩萬三萬四萬五萬八萬七萬 然後這也是累積的等數 你把它畫起來會長怎麼樣 那我們當然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什麼都沒學過 那你就說 它是常態分布 那什麼是常態分布 才會用去找個樣 所以就是說 也有一個平均值 然後就是說 有一些人比平均值少賺一點 有些人比平均值多賺一點 你當然說 這已經是錯的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原 什麼M型的世代 什麼是M型的世代 M型的世代 M型的世代就是在這張圖上面 這裡有個P 對不對 也就是所謂的雙風世代 我那時候覺得 這個學生一定聽得懂 而且這個到底最後發生什麼事 我一turn it out 答案是非常令人訝異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是美國的新資 你會發現呢 它是長這樣 第一件事情 根本沒有M型社會 M型事實上只是寫來賣出的 OK 這個 has nothing to do with 那個字母M 除非你同意定義M 是什麼意思 這樣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情是 這個黑色的點點有沒有 我物語學家的大英雄 就是 Boseman 你突然發現 for unknown reason 美國的薪資結構 居然就是Boseman分部 也就是你把每一個人 都當氣體分子的話 基本上 美國的經濟狀況 就跟理想氣體沒有差太多 這實在是太明快了 再加上呢 如果你很有興趣 因為這個其實是 是從Sign跑出來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它其實之前 已經發酵過蠻久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很好玩 就是說為什麼有些年輕人 會很熱血很佐 但是因為呢 人生的勝利主很少 可是Loser很多 你在這邊也可以看到 美國的社會福利做得有多好 美國社會福利基本上 只是把最窮最窮的那一群人 有沒有 稍稍提到這裡來一下下 所以這個是美國的薪資分部 唯一偏離 就是Boseman分子 所以那時候看到這些 就是研究上的成果的時候 就很訝異 所以後來你在課堂上面 就設計了這樣一個遊戲 那這遊戲很好玩 就是上課一開始 我就跟他講說 今天我們要交熱平衡這樣 那熱平衡是怎麼達成的 那我是林秀豪 我們今天就開一家公司 我們公司非常的民主 而且透明化 所以公司 每一個人呢 現在都在公司裡面 而且每一個人的薪水都怎樣 都四萬塊 而公司的升遷制度呢 非常的透明 公司的薪資制度就是什麼 就是你就找另外一個人猜拳 你如果猜贏了你就怎樣 你就加薪一萬 如果猜贏了你就減薪一萬 夠公平吧 就完全跟你的努力無關 那如果你心血是零 又猜贏的話 本公司不鼓勵借貸行為 所以呢 如果你就是已經是零 又猜贏的話 雙方是不加不解 意思是說 如果你心血已經是零了 就應該很認真的 就跟別人猜贏 然後再次你就慢慢發現 明明遊戲規則是這樣 然後呢 每一個人大概猜三十次呢 就會開始停止流行 那這個幾乎都是我在教苦物的時候 就是整個學期最倦到一門課 所以後來在第二次開始教 因為我總共已經試驗過四五次以上 後來在第二次開始教學的時候 我都跟學生講說 首先第一件事情 雖然我在薪水瓶上面 就已經模擬了 跟你講說 這好像是你幾歲的時候的薪水 然後就是總共有三十年吧 然後就是你人生了一整年career 不要這麼當真好不好 因為第一年的時候 學生就是在邊猜拳的時候 邊罵髒話這樣 然後就是整個教室 你都充滿了髒話 其實這好像不太是很好的教育氛圍 就跟他們講說 你可以很激動 你可以掐背包的脖子 可是呢 麻煩不要罵髒話 結果它還是會發生 因為有人就是真的很認真這樣 結果最後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講這個樣子 所以事實上這些紅點 是今年在課場上直接得出來的結果 後面這條其實事實上是 Volumine Distribution 那其實在這邊就是跟學生講一下 事實上你也可以直接去寫個程式 然後similar出來 發現其實事實上就跟這個差不多 那也就告訴你這件事情 就說 藉由就是彼此猜拳 你可能會覺得說 猜拳出的機會跟猜飲的機會一樣 所以它最後應該是一個常態的分別 它其實事實上並不是 那其實事實上最後呢 在某一個程度上 這個猜拳優勢雖然看起來非常的幼稚 可是它居然在某一個程度上很忠實的 去反映了美國的薪資分布為什麼長這樣 那當然接下來其實就是因為不必是物理課 所以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知道其實事實上 它之所以就會變成波特曼根部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為有守恆率這樣 那其實原因是這樣 原因是這個樣子 原因是就是猜拳前跟猜拳後 就是猜拳前兩個人是 先選是M1、M2 猜拳後因為一個人加1、一個人減1 所以也是M1、M2、M2 所以你發現有一個守恆量 那個守恆量在這裡就是錢 那那個錢呢 因為是守恆的 所以最後其實事實上 你在那邊亂轉亂轉亂轉 你這樣很容易可以直接去看一下說 到最後如果達成熱平衡的時候 其實你隨便碰到 比如M1的距離、M2的距離 是這樣子的 你猜完變這樣 那逆過來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是M1、M2的距離 它的機率它也是這樣 所以最後到熱平衡的時候呢 這樣的反應 跟這樣逆過來 猜回去的反應 應該怎樣 應該互相比較 那這個概念其實事實上 就是 Einstein 的 就微觀上的平衡的意思 那從這裡的話 我們當然就可以知道 我們等一下再找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什麼呢 這個函數就是說 它裡面的代數 M1、M2加在一起 是常數 可是乘在一起 就是相等 那我們當然事實上 就要稍稍用一下 數學的技巧 就知道 最後出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就發現了 就是說 以前其實沒有這樣一個例子 當你試著去說服學生說 波子曼分布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溫度是什麼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會覺得很困惑 所以如果今天用這一個例子 你就會突然發現 在自由的競爭底下 最後出來的薪資分布 就是波子曼分布 它是一個指數 指數下面很重要的那個數字 就是整個社會的平均收入 所以如果我在這 我們再回覆回來看這一頁 所以他們其實事實上呢 除了就是可以學到 真的在影響性比底下 那個能量的分布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突然發現 其實能量可以在這裡 直接對應到他們的薪資 那當然我們知道 在現實社會底下 因為我們可以炒肥票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可以做空一些指數 所以其實在現實現在的社會底下 錢不是守門的 OK 那可是錢是近似守門的 這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事實上還蠻不錯的一個回應 就是說他們其實match還蠻好的 然後從這的話 其實我也會稍後跟他們講一下說 你從這個出發 因為今天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我會skip掉一些detail 就是說我們既然已經知道分布了 那你其實就可以算很多很多東西 如果是在物理上的話 你就可以給我導出PB等於NRT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如果是在經濟學上 你可以做什麼事呢 因為你知道分布了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自己應該多憤怒 比如說這個社會的貧富不均 它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係數 叫基尼係數 就是Gini coefficient 那這個基尼係數呢 細節我就不講了 而是在於你今天叫Botsman 直接帶進去算出來之後 這一個非常重要的key number 就是在一個社會 政府就是整天放假 完全不做事 讓人民就怎樣 就做自由競爭 一直去猜拳 就是搶生意啊幹嘛的 在那樣一個社會底下 最後出來的貧富不均 Gini coefficient 現在是0.375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全世界的社會是怎麼回應這個 所以我們先把時間拉長一點點 在冷戰前後 其實因為世界上還有戰爭 所以那時候其實自由市場 並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場 人跟人之間其實還有一些隔閡在 我跟國之間的貨物 其實事實上關稅跟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還有barrier 結果你突然發現非常可愛的一件事情 這個0.375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 大家熱評的這個 你發現西優跟北美 他們冷戰前後基本上 都已經怎樣 他們的貧富不均的指數 就是0.375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實事實上 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事實上都在開玩笑 什麼叫以開發國家 以開發國家 就是他們的薪水分布達成這個平衡 什麼叫做這個開發多國家 開發多國家 就是他們的薪資平衡 正怎樣 試著達成這個平衡 所以你可以直接從熱評的概念 直接去label 這個國家到底是 已開發還是 還沒有開發 在那時候的話 Asia的軍事實上蠻高的 South of America 就是南美其實也很高 然後Africa也很高 然後這個是最後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 這是我們以前被教育 所謂在鐵木底下的國家 就是東歐 你可以看得到在冷戰之前 事實上呢 他們的社會貧富不均是蠻低的 那我那時候都很困惑 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他們把那個 他們共產黨的收入 列入在這個分布底下 然後等到呢 就是開放自由市場之後 啪就立刻衝過去 所以我們就知道 腳往必過正 就是從這個出來 好 所以這次在冷戰前後時期是長這樣 那各位可能很好奇 就是 那如果失去我們今天 拉拉拉拉拉拉 2014年的話 在全世界的Gene Index 是長什麼樣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地圖 那我這邊先抱歉一下一下 本來這個Gene Index 就是0.40 就是乘100之後 是40到45的話 這個其實應該是粉紅色 那跟Nodeva其實是 應該看起來是差蠻多的 可是現在就等於討厭你一下 因為它粉紅色 在這一排它出不來 所以它變成是灰色 那這是淺灰色 所以大家就跟著看看 所以在這邊呢 其實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這0.375 其實事實上就是這個 淺淺的綠色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在整個歐洲 特別是北歐 其實它們一整片非常郁油油 你可以看得到 它們國家的整個財富分布 確實是很不錯的 可是如果你一過來去看一下 南美洲 後來南美洲一整片 就紅通通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有政府跟沒政府 確實還是有差 那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 我們還有一件事情是 當然我們其實在這邊很好奇 你可以看一下日本的貧富不均 事實上也不是很嚴重 那中國的話 其實事實上是這個顏色 現在都不見了 你會發現 中國的貧富不均 跟美國的貧富不均 至少在帳面上是一樣的 就是它們交出來的電話是一樣的 那這張圖 因為是由聯合國每一年製作 那在十年前的時候 它們製作非常可愛 因為大家當然知道 台灣沒有辦法加入聯合國 所以以前的話呢 這個聯合國都是把 就是中國跟台灣的Data 塗成同一個顏色 後來每一年塗到最後 就是良心終於發現了 因為之前那個 中國的貧富軍是非常誇張的 就是已經其實 冰臨的動亂的那個 就按照西方的社會學的話 就冰臨動亂的邊緣 那每次都把台灣塗成這樣 然後後來終於有一年 覺得對不起台灣了 所以你這邊如果眼睛很好的話 應該就可以看到 台灣在大概五六年前之後 就變成了沒有Data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 極大的honor 因為全世界有幾個國家沒有Data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利比亞 那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 利比亞沒有Data 沙烏地阿拉伯 大家應該也知道 為什麼沙烏地阿拉伯沒有Data 然後再來的話是北韓 所以基本上 我們跟這些 非常特殊的國家 是同一個categor 在聯合國的象徵底下 那也就是因為 在找聯合國的資料 然後就試著去比較的時候 發現一直都找不到台灣的Feta 我就很好奇 所以我想為了讓 來上課 或今天來聽演講的 老師們也有收穫 所以我很認真地去查出了 台灣過去幾十年的基因展 出來給大家 然後突然發現全世界 全世界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組織 就是在做這件事 當然最大的其實就是聯合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世界銀行 再來是歐盟的銀行 再來是世界銀行聯盟 我發現在這些Data Bank Bank裡面 我都找不到這樣的台灣的資訊 我後來在一個組織 的統計資料裡面 找到了我們台灣的整個統計數字 我就笑死了 然後那個組織叫CIA 翻譯成中文叫美國中情聯 所以呢 原來只有在美國中情局 他們覺得台灣是一個國家 其他的通通都不承認 所以呢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就如果把這些Data 全部都匯整出來 所以我把CIA的Data 拿出來之後 然後再跟我們主機部 就是時候 他們發布出來的Data 年報做比對 發現欸 Data真的很精準 你知道嗎 所以Data就長這樣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台灣在2011年 就是全世界的公認 就是審查過去 過了 基本上是0.342 那在過去的兩三年 其實台灣的軍隊 沒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大家要稍微記得一下 那個Megin number 是0.375 0.342的話 基本上讓我們 其實差不多跟德國是 可能一個Telephone 所以在這裡可能可以 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覺得說 哇 所以我們的社會 沒有太嚴重 補補補補補補補的問題 對嗎 那我們再來細看一下 所以這個其實事實上 是從60年代到2010年代 那台灣的整個Gene Index的發展 那本來這中間應該有一個黃色的 可能看不太出來 就60年代到80年代這20年 這個是在世界經濟書上面 會特別用大寫寫 台灣Miracle 就是專有名詞 就是台灣經濟奇蹟的這件性 為什麼那時候叫台灣經濟奇蹟 因為台灣在發展經濟的時候 GDP每一年以二位數成長 結果社會的什麼 社會的Gene Index 在整個大的圈上是往下掉的 這是到目前為止 其實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 那可是大家其實還沒有一個 consensus 那可是那個時代過了完之後 台灣就恢復正常 你就從80年代一直到現在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你這個政黨傾向是什麼 大家應該都可以怎樣 很清楚的看得到 就是我們的經濟奇蹟 就是連連一直上升 所以以數字上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台灣目前的Gene Index 事實上還是很好 在全世界來講 事實上還是優勒症 可是如果以全世界來看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敗敗獨裁的優勒症 之所以是優勒症 原因是因為以前的Gene Index 其實在南地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在報章媒體上面 可能可以看到很多屏幕不均的一些差異 跟所有農民在這邊的澄清一下下 事實上台灣主要的貧富不均 因為全世界在算Gene Index 頂多最後細分是數字 細分到20分分 可是台灣非常的獨特 台灣因為經濟體小 所以我們的萬分之一收入有沒有 的那個族群 就掠奪了社會大部分的財產 那可是萬分之一的比例 你剛好也是可以上台灣報紙跟媒體的 基本的款式 比如說 如果你說你今年的收入就是PR99的話 你是不會上興 沒有報道價值 你說你是PR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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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九 那你就開始了 對 這個有趣 所以大家就去報道 那因為那樣的報道 所以最後造成這樣一個Gene Index 所以想要比例給大家 就是說 你看其實在教圖 這真的是服務客的slide 所以我就可以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目前的狀況不是很糟 那糟糕的地方是在哪裡 可是這個整個trend 其實事實上是 是可以讓大家思考一下的 而且我覺得這很好玩 這剛好是2000年 所以我每次在present的時候 有時候會私下來問我 人家這2000年跟2000年 中間發生的事情是真的嗎 有什麼原因嗎 都不知道 那所以在這邊其實事實上 可能大家可以去問的就是說 到底從80年代以後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社會的平衡不均 雖然現在現況不是很糟糕 可是一直一直在往上滑 那事實上這個背後還更好玩 因為其實在課堂上 就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如果對這有興趣的話 其實在物理裡面 就是說一個非常出名的期間 叫Review of Mother Physics 所以其實有專篇其實在討論這幾件事情 也就是熱平衡跟我們之間的收入的關聯 然後更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等你在細部去研究之後 你才知道平衡不均的概念 是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波斯曼分 不過你真的等一下去算之後 其實突然發現了 這個世界上在現在資本主義裡面 這個有錢人超出了波斯曼分析 因為他聽說Exponential is small 意思是有錢人應該很稀少 應該是路上撞得到 然後你就發現說 為什麼這麼多炫補的人 然後結果就發現了 就是現代物理學家 他結合了技術學家 他與自己研究之後發現 哇 原來現在的人分成兩類 就是上流社會跟 你看 就會有人直接接下流社會 這是非上流社會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上流社會跟 非上流社會的人 賺錢的方式不一樣 然後就發現 非上流社會的人 就是受信借金的人 上流社會的人 就是不用上班 然後用錢滾錢這樣 所以其實背後就發現了 哇 原來你學了物理 然後用不同的機制 然後發現這些感到 你事實上就可以解釋很多 就是說 不見得是很精準的社會學現象 可是很好玩 另外一件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這一個結論 事實上跟最近出來的 就是二十一世紀的 資本論的結論集團集一樣 在整本書裡面 我覺得非常神奇的件事情 就是在這一整段 厚厚的書裡面 你讀完之後發現 中間的Killing Gradient 事實上是這個 就R大語G 他事實上是告訴你說 這個 the rates of return on capital 就是R 事實上是 always greater than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home run 所以他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G Growth的意思就是全世界 平均財富的成長 他事實上永遠小於什麼 永遠小於你用錢去賺錢的 這個數據 所以就告訴你說 你只要不要 就是從事之後 就突然想到說 你只要現在不是每一個月 等著薪水條 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你覺得我到很多錢的話 你就可以怎樣 你只要能夠繼續用那種方式 生存下去的話 經過十年之後 登登登 你就可以變得非常非常有錢 所以最後最後呢 我想我在這邊 就是跟大家稍後講一下 所以你可以從說 我今天從熱平衡 其實最後呢 事實上可以 如果你今天找到一個新的切入方法 事實上可以跟很多很多 很有趣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那學生他其實看到了這些東西之後 他就比較不會去懷疑說 為什麼我今天要去學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他不是那麼的冰冷 他本身是有溫度的 然後他學了之後 事實上可以試著去理解 其他不同的餘的面向 那最後的話 就跟大家稍後分享一下 我覺得其實教育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老師 所以在座各位其實 都是現在的老師 或未來的老師 那 其實他Women 他在拿多貝的獎之後呢 他為了自己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他說 我有沒有可能 再做出另外一個 就是皮果拿多貝的獎 更重要的工作 那他很誠實的 就是問完之後 他覺得 應該沒有 所以呢 他居然就放下了他的 研究工作 然後就全力投入了整個教學這樣 那如果對於 Cow Women在整個心 就是心路上的轉折 跟所有東西怎麼發生的話 大家其實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在上映上面的專文這樣 那他其實後來其實 Propose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實驗 那也就是希望跟大家講一下 是 他其實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是 用老師一直講 一直講 另外一種是讓學生呢 比較主動的 要必須去參與 那在自己的狀況底下 後來去做 然後他最後是去考典型的考試 就是多選題的考試 那結果考完之後 其實出來的結果 就讓他很訝異 你們可以看到就說 欸 Student Active的 他的整個分部有沒有 跟Teacher Active的整個分部 是分部 他其實整個是在前面 完全其實像這樣一個結果 我覺得對 那時候我自己教書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震撼 可能很多老師其實是在想說 我可以更多完整或怎樣 可能有時候我們忘記了 我們太習慣這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我忘了說 其實事實上 我們能不能逆過來 讓學生實際上去做 我相信特別是做 實驗物理的老師都知道 老師這些 就講一個Trip Trip 其實事實上 學生進了實驗室 他可能就是跟白痴一樣 你還不如就是說 一些安全的大方向給他們之後 他們自己去摸索 也就是反而會前進的更好 那我不是說 Steven Active Teacher Active 哪一個是絕對的好 絕對的不好 就好像我一開始其實在強調 就好像說有人就會直接說 欸 所以翻轉就一定是好嗎 我倒不覺得 這個其實是最重要的Trip 而是在說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你怎麼讓學生 他可以摸過來 摸過來的原因 就是這樣 他們其實事實上 必須要參與 那最後的話呢 在這裡 這是最後一張Slide 其實事實上 2014年的春天 跑到Slovenia的首都 Diviana去領獎的時候 其實感觸蠻深的 第一個當然是很愉快 這是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負擔 因為不用做任何事 所以只要去聽 然後只要去學 然後碰到完全不一樣的人 可是其實 心裡面其實是蠻普通的動用 因為普通物理的課程 從一開始那個 到最後 就是在2014年 我們很幸運的 拿到這個 國際上的一個肯定 因為它整整花了五年 那在這個五年這中間 其實 有人其實就會覺得說 這是不可能的 然後有人就會覺得說 你做這招要幹嘛 然後 有人其實事實上 就會鼓勵說 這個很有創意 加入我 其實事實上 就積累了整個五年 其實只是為了把一門課做好 在這邊其實 我就真的非常感謝 就是今天這個場地 就是清華大學物理系 其實事實上 它願意提供這樣的彈性 讓我至少就是說 當初我想要試試看 這樣一個想法的時候 可以 一開始 就說 沒有關係 就是屠獨別人家的小孩 然後我們就先從 中學院開始教學 反正效果很不錯 我們就屠獨近親 我們就開始去教 理學院的小孩 然後等到理學院的小孩 屠獨完了之後 發現 好像沒有把他們教到很爛 所以呢 就是在今年 就開始屠獨物理系的小孩 然後 然後最後就拿到獎 那我會覺得 整個的歷程 對我自己來講 其實中間 有很多很多 其實是很寂寞的 所以在這邊也跟 就是各位老師分享 就是說如果其實你也有熱情 我突然發現 教書最大最大的勁敵 不是採用錯誤的方法 或是碰到錯誤的學生 或什麼 是 是你突然就是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幹這種啥事 我不玩 就是你沒有熱情的 你一旦沒有熱情的 其實事實上 所有的都是 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在這邊只是希望 就是跟這個 因為在我自己其實 我自己本身就很熱情同派的人 可是我也有我的低潮這樣 那我在低潮的時候 也就是說會碰到 各式各樣不同的前輩 或是朋友 我覺得有時候跟他們談話之後 會再感受到那樣的溫暖 然後就會再活過 所以我也希望說 今天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也可以給大家一點點溫暖 所以搞不好你就撐過去之後 後來其實會有更好的事情發生這樣 那最後的話 就是謝謝 就是物語教育學會 就是頒給我一個 這麼就是意義重大的獎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 雖然說 快一點大家可能二分了 不過我們來到開放 第兩個問題讓大家問問 有沒有 已經有人馬上舉手了 我相信 我們這場是很精彩 所以我們還可以把它們效法 造成這樣有點可惜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剪短 我還是講什麼 這樣 跟您保證 謝謝林全郎老師的演講 非常的 其實非常靈魂 那就是聽這個 Open Course跟林老師的演講 其實我就產生一個疑問 比如說 您剛剛在演講的過程中 提到說 Silver Active的教學方式 事實上對於學生的學習 幫助非常的大 那我的問題是說 Silver Active的方式 如何在MOOX的教學方式上來實現 謝謝 好 所以其實事實上 MOOX本身在模擬程度上 因為它很強調的 就是師生之間的互動 所以你一旦 你一旦錄完了之後有沒有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 其實就是後面其實會有大規模的 系列化的短的CT 學生其實必須要點完 它才能夠往上進 那以一般MOOX的話 它是比較採取鼓勵 那特別是Coursera 因為它背後其實是 希望你最後能夠撐到的 所以你就發現那個barrier 已經滿低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去Con Academy 你會發現它很高 你今天如果只要從這一個 弄到下一個 它不是很神經病的要求 你要連續答對同一階段的問題詞題 你才能夠officially到下一個 所以就每一個東西 它其實在互動上面 定的標準是不太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Online Form 就是線上你可以提出一個問題 然後會有TA 或者是其他 就是剛剛講的URL Teacher 就是雙老師制度 它會去回答這樣 那我自己的話 其實在課堂上面 我還是必須很坦白跟你講 就是我跟學生的互動 除了在課堂上面 有些時候就是教材本身 會戳他們 可是在教書的時候 也不能整堂課都在戳 連整堂課都在戳之後 學生就有一頭褲子 那所以那是一個課堂上面的互動 另外一個是課後的時候 包含就是他們會有時間來問問你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 我在VT States上面 其實設了一個專業 我們每一個課程都有一個專業 他們可以在上面 問比較深刻 長久性的 然後其他人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就是 但是我其實這樣都是把話講得蠻狠的 就是說 事實上我打分數出來呢 其實我會看你們全班的表現 你們全班的表現是什麼 你們全班的表現就是 我很簡單 那個Wiki上面有所有的東西 我就是會把它當成你們全班的作業看這樣 所以如果你全班的都不去上面 做這樣的問題 跟所有的東西 那你們全班的評分分就 全部都很低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 那個其實還是蠻有用 可是在這邊就要稍稍的窩 就是要稍稍的警告一下 就是因為當初其實是咬著牙在經營這種課 我必須坦白講 以一個老師這樣再撐這件事 我撐得很辛苦 所以最好還是糾結 所以有志一同的老師們 一起來經營會比較輕鬆 所以今天摩 摩克斯這個摩 就是因為這樣來的 據我所知 特別在台灣 謝謝林老師 其實我的問題沒有完全得到解答 因為你剛剛說的這個方式 事實上 比如說線上的策練啊 forum 這些事實上都是課後學生的參與 那我的問題是說 上課的過程中 比方說你剛剛 讓學生去採取這個遊戲 這個是一部上課過程中的參與 另外還包括說 你就是說 在投影片上 問學生問題 那學生可能必須要 在現場回答 當作是上課 課程繼續進行的一部分 那像這個部分 要怎樣在MOX上實現 這個反而其實 我必須坦白講 在MOX上面 它其實影片的部分 有沒有 它其實是不會去做這樣一個呈現 反而是OCW本身在課堂上面 因為它比較長的時間 你可以做這些事 那我可能 剛才其實 是比較簡短的回答 像另外一個 其實我今天沒有時間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認統計物理 其實事實上呢 它其實在前的 就是它是一年的課 在第一年其實做完幾種訓練的培養之後 在第二年其實事實上 我就試著讓學生 他分成 就是說三個人一個小組 三個人一個小組 他們必須要 在某一個程度上面 他們能夠補 就是說我指定的一些 可能就不覺得 怎麼四十個問題 他們自己要挑兩個出來 可以啦 所以那一部分的話 其實就不是現在科技說 你用Video拍就可以做出來的事情 而是真正的就是上課的互動 可是我必須要很坦白跟大家講 就是那一門課 我也是經營到了第四年 我才敢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做教學 因為你那時候才會比較了解 學生的族群 大概知道他們其實在這一堂課 就是三學論 他們會划到什麼程度 也就是這些其實 事實上都是需要精心設計 所以確實沒有錯 就是與其局限在問說 MOOX可以帶來什麼樣 師生之間的互動 我會覺得只可以把MOOX的那個 報紙拿掉 就是說 到底可以有什麼樣的師生互動 那有一些它其實是 現在OCW或部門可以幫忙的 有一些是不行的 所以蠻謝謝你們 就是說問出非常精準的 很重要的一個細節這樣 謝謝 好 最後一個簡短問題 那 簡短喔 簡短 那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 這個結束之後 可以 我想希望浩老師可以在那口再去看 因為我們到超過一點 我們就後面用 就一直一小時聽 好 那最後一個 有需要的檢查 還是說大家要到私裡相對談 有一段可能其實是做這件事情 是蠻辛苦的 我到現在我都不敢說要做 我就 從頭 絕對不答應做 對著自行 因為我覺得太累 那真的是蠻難的 那邊都沒有人要問了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是超過年的 將近十五分鐘 那應該才 多數字